Leo聊四季 天一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體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次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 每點一個科技都可以增加農田的最大量 西西里人除此之外 他還有這個後期的騎士索指甲 可以讓自己的重裝騎士增加2點的遠防 加上1點的近戰防禦力 西西里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強大的能力 就是他的所有的軍事單位 都有減免額外傷害的效果 例如你的強弩對方戰毛兵的話 相當也會減少意識 騎士遇到槍兵也會減少意識 所以西西里人可以直接單純出騎士爆 壓制對手是沒有問題的 西西里人的薩金特衛兵也是特別強大 打對方垃圾兵或是步兵互打的時候 西里體質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步兵單位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硬家人 那硬家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軍事單位有這個消耗減免 這個食物的消耗減免的非常多 那地獄師帶有30%的這個減免 是非常足夠他後面爆出大量的槍隊長 還有同時守老鷹還有戰毛兵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硬家人也被很多高手評比為這個S級阿拉伯文明 因為他的彈性可以讓他出很多兵種去壓制 而且老鷹這個單位在阿拉伯來說 老鷹爆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因為老鷹這個單位不好解 而且用老頭的話也不能解得很乾淨 因為他對老頭有抗招響 而且打老頭有額外增傷 而且亮場來說也比騎士簡單 所以很容易打老鷹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數量壓制對方騎士數量 進行一波傷害 那硬家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槍隊長 投石手跟槍弩威助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接下來來看一下果子在上方 左邊有這個黃金 右邊有石頭 右上也有石頭 左邊有這個黃金 哇這個附近的位置都有點慘 這個一個在左邊靠近敵人的位置 一個是在右邊 這個右邊這個位置也是偏的外圍一點點 雖然還算是有點偏裡面 但是如果你要圍起來的話 他也是遺漏在外面的 所以MBL這張圖有點慘 而且墓區非常稀疏 最後兩片墓區而已 所以這個可能只有二三十分 非常慘的一個地圖分數 但是小圍來說的話 並不是非常慘 這邊圍一下 圍一下 然後這邊圍過來 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直接圍到底 或是直接拉到底都可以 不管怎麼說 MBL要圍的話 可能還是要大圍一點比較好 小圍的話 有圍跟沒有圍一樣 所以MBL這邊還是會選擇大圍的可能性 是偏高一點的 好 那MBL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十代 十八分多六點 好 卡西西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 那馬哥哥 馬哥哥這個人呢 他算是一個很頂尖的玩家 可能大部分玩家對他不熟 他算是我心目中的 Top10裡面的玩家 馬哥哥 雖然很少介紹他 但他的遊戲風格 算是比較 類似那種正規打法 不會有什麼 太特別的特殊情況 所以我個人也是蠻喜歡他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地圖 目前看到石頭在上方 黃金在上面 那果子的部分 在裡面還不錯 看起來比MBL的地圖好很多 而且要圍的話 也不是非常難圍 正面圍的話都可以輕鬆小微 甚至圍外都可以 那附件部分的話 就跟MBL一樣慘了 兩個附金都在外面 哇這個金礦是 看過最爛的附金之一 全部的附金都在前面 所以如果獅獅藝人被控金的話 就會很慘 你要早一點 把這個城堡蓋在前方 防住這兩塊附金 是重點 這堂他的勝敗關鍵 就是守住附金 好 那前期的安全的黃金跟果子 當然在前期可以拿到一點優勢 最好是可以利用這個優勢 建立起前線的防線 是對他來說是更好一點的一個選擇 好 MBL這邊打的是老鷹爆 直接轉老鷹 然後配槍兵 完美利用的這個文明天性 肉馬的話 不是肉馬 這個吃刀點肉減免 讓他打出來前期的這個單位的數量優勢 會比較多一點 MBL這個文明 這個防止的數量 每一個防止可以抵 是兩倍人口的樣子 一個防止就可以等於是死人口 所以MBL這邊可以省下來的木材 可以轉出更多的工兵或是槍兵 都是ok的 好 那家裡用槍兵防守 這裡稍微圍一下 OK 補了一個兵工場 準備要來點一擊射 但對方的地圖其實蠻不錯的 趕快往左邊繞 是有機會衝進去的 好 點下一擊射了 MBL這邊工兵開始往前走 好 好 左邊這邊圍石 好 後面開始上後射擊 阻止這邊村民蓋房子 喔 這邊直接上大石牆欸 哇 我的天 奇奇這邊很清楚知道 自己要打的是後期喔 前期他要知道 打硬家是很難打贏的 好 這邊肉馬出這麼多隻 出到了五隻了 看要不要補個射箭場 馬上就補了 那射箭場的話 要補是要先出槍兵 出這個毛兵 弓兵的部分可以考慮一下 但不勉強 我是覺得也可以出弓兵啦 畢竟黃金很安全 毛兵的部分還是要先按 先反擊一下對方的弓兵 才有可能打出自己的弓兵來 好 這邊也轉出了一隻 薩金特衛兵 開始往前壓 他的這個層樓 是可以產出薩金特衛兵 非常特別 當然槍兵也可以生產 在弓箭時代 就可以產出自己的寶兵文明 就只有薩金特 希西里這個文明了 應該沒有其他文明可以在 封箭時代產成寶兵吧 應該只有希西里 印象中 好 那希西里這邊 出了一隻薩金特衛兵 但不敢直接硬打 因為薩金特衛兵 雖然封箭時代雙防是2 但沒有防御力的情況下 還是很容易被弓兵給射爆 因為射一下還是有3滴血 雖然槍兵打一下只有1滴 好 左邊的部分 對方一直繼續給壓力 MBL這邊給的壓力非常十足 右邊的部分 還沒有點下一集射的關係 手有點短 要等到兵工場出來 才有可能反擊回去了 好 這一波打進去 圍得還不錯 至少還是 沒有動的 只要自己的主金 沒有被騷擾到 就還可以繼續玩了 但希西里這邊 經濟有點失調 700多黃金 然後1級射沒有點 沒有開4級 木頭有點缺 先點一下城堡室代 待會可能還在補個4級 調節一下經濟的部分 最近有觀眾問我說 師弟帝國有什麼訣竅 可以讓自己突然變高手 其實 這件事情 是很困難的 但我有幾個訣竅 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你的木頭 超過300的時候 就灑螺鐵 然後呢 黃金只要超過500的話 就下4級 去買肉跟木頭 適當做一些經濟調節 會讓你的這個 師弟帝國進步 是非常快速的 因為其實高手們 他們也是很常利用4級 去做經濟調節這件事 不要覺得說4級買賣 就一定傷經濟 不過你不去做經濟調節 才是更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因為 你沒有辦法即時轉出 你需要資源 去點一下經濟科技 什麼惡農惡木 輪軸技術 甚至關鍵的二級射 或是二級的馬卡 這樣其實對你的發展來說 是更差一點的 這是我認為的 4級帝國的一個小小訣竅 大家只要 記住這些事情 你的世界帝國的一個練習程度 會大幅提升 你就不會常常在那邊 卡支援爆支援 然後轉不出需要的兵種 然後囤到兩三千支援 然後什麼兵都出不了 這種情況上是常常有的 在新手的情況下 常常發現的一件事情 好 那西西里人這邊 是決定要打這個 薩金特衛兵 MBL這邊壓力果然 給的很大 這就是硬家人 非常誇張的地方 兵量這麼多 兩邊幾乎是 同時升到了城堡 好賽 西西里這邊黃金術非常多 可以考慮直接轉騎士 也不是問題 那西西里人可能是打算 直接要轉出雙馬舊 出騎士 然後打正面的兵力 這邊的毛兵直接收掉了正方 正前方的弓兵 轉出了薩金特衛兵 直接潛壓 哇不用轉騎士 薩金特衛兵 直接尻爆了老鷹 跟正面的槍兵 好 西西里這邊還轉出了毛兵的升級 殷家這邊準時轉出了奴兵 繼續打工兵線 好二級伐木也補下了 哇這個黃金量真的太多了 像這種時候如果可以轉出四級的話 就會很好 惡農惡木3TC 都可以點下了 正面是有打算挖石頭 好看起來要進入開農期了 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快進會怎麼打 好 那西西里這邊出了五隻薩金特衛兵之後 就沒有繼續出了 看到成人中心之後就往後退 硬家這邊也沒有打算要繼續潛壓 因爲自己也是開3TC開農 所以並沒有這麼多兵力可以往前 唉唷 但這邊戰毛兵直接抓到了奴兵的入境 抓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只剩下兩隻奴兵可以安全到家 好 西西里這邊黃金已經標到了1300了 這個經濟調節有點失調了 好 那硬家這邊轉出了老頭 開始要來招響敵方單位了 那西西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可以抗招響 就是他的第四十字運動陣 點下之後呢 所有的單位都有抗招響的能力 還是只有薩金特衛兵 我記得是所有都有 那薩金特衛兵能抗招響之後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招響走了 就剛好可以克制到 硬家這個老頭 壓制的能力 那如果要打第一次十字運動陣的話 最好是開下5TC 那為什麼要開5TC 最主要是因為 每個TC呢 可以產出5個薩金特衛兵 馬上補齊這個擊戰力 是很重要的 但需要點一下淫貫技術 需要還要再補一個城堡出來研發 所以待會城堡位置 可以考慮補在農田的部分 或是正面的位置 都可以的 當然也可以補在正面的位置 但如果現在 軍事上被壓制的情況下 城堡就建議不要往外蓋了 而是蓋在家裡就好 謝謝這邊好像沒有打算要蓋城堡喔 先投資了一根劍塔在正面的農田位置 但頭石車跟老頭都還在往前 這裡劍塔補了更多 這裡終於用4級 經濟調節了一下 把這個黃金全部買賣掉了 這邊農田一直有在灑 這邊資源就都用得很極限 那硬家這邊的一個經濟量來說 是會稍微落後於西西里人的 因為每家是4TC喔 雖然看起來硬家這裡是沒有輸是沒有錯 但可能時間異常 硬家這邊可能還是要展出更多的城中心喔 不然就是要打一個 3TC出傷帝王時代的一個打法 但是這邊硬家有補科技喔 所以可能待會 砸到了一發囉 哇 又一個 馬谷谷的戰毛全部霜掉了 哇 這個頭車砸得 非常漂亮喔 死打死的 全部砸到了戰毛兵的身上 但NBL有補這些經濟科技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會再開下第4個城鎮中心喔 這樣會更划算一點喔 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些 然後上地龍時代的話 也不會差距太遠 不然你點這些經濟科技的話 就代表你沒有打算要速生帝王 因為你消耗的肉量實在是太多了 這樣就不是速生帝王的一個範疇了 好 謝謝這邊4個城鎮中心之後 沒有繼續補第5個 好 家裡中間補了一個新的箭塔 那CC的城樓是蠻厲害喔 他可以射出額外一發箭矢 雙倍箭矢量 所以CC的城樓塔推也是跟這個條盾蠻相似的 就是箭矢量特別多的 而且他的箭塔也比較粗喔 血量也比較多一點 CC的城樓塔推也是一個考慮範疇的打法 好 這邊轉出了一些薩金特衛兵 抓到了分推的老鷹 好 那左邊看到老鷹往前 看到了薩金特衛兵 自己的主力開始往後撤囉 發現有點不太妙 對方開始打多線了 那這個就是CC想要用到的效果 用自己多線騷擾讓你正面撤兵喔 撤兵的話我就可以轉出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或是自己發展的更好 轉出城堡 然後開下自己的第一次十字軍動針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那硬家這邊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反而是點下帝王時代 三級 二級挖金跟手推側都點下了 欸沒有了 這一把經濟力控制得很好 好 那薩金特衛兵對於硬家來說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要轉投石手的話就可以守住了 哇 投石車沒有控好 薩金特衛兵直接上前尻掉了一台頭車 第二台來不及尻被後面招牆直接跑掉 好 硬家這邊經濟還是很好喔 101村對上109村 而且手推車也有了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要來防住一下附近的部分 好 謝謝這邊補下第五個城鎮中心喔 看來還是有想要打這個第一次十字軍中陣嗎 不然城堡時代打5TC喔 上帝王時代的時間實在是太晚了 但這個不開城鎮中心的話 好像這塊金也拿不下來喔 待會就要斷金了 後面的主金快要挖乾了 好 謝謝這邊的農田來到55片田 哇塞 非常多 好 這時候硬家又開始把自己的軍隊往前 結果這個高地是由MBL拿下 完蛋了 謝謝 要被控金了 但還好他的野精就在上方喔 很快就可以發現到了 然後這個野精還有石頭發現的話 應該還可以再玩一下下 好 這時候硬家轉出來的是槍隊長 那槍隊長打薩金特衛兵 其實有點癢喔 因為槍隊長基本剛才是7攻喔 全部點完也是8加4喔 12攻的傷害 那基本上來說 謝謝你這個單位是 雙防是3的單位喔 到了後期的防御力可以到達8喔 還是7的樣子 總共言之喔 就是近戰防御力喔 非常的坦 4加3 7點 7點防御力 好 那謝謝你終於點下帝王時代 好 這裡直接速身槍隊長 當然打薩金特衛兵來說 打頭死手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MBL這時候不轉頭死手喔 我在想應該是有點在防範對方 突然轉出重裝騎士了 因為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其實你的鎖子甲騎士喔 是非常坦的 那如果他轉出騎士來的話 自己轉頭死手 只會全面潰敗喔 然後這邊直接會擋不住 所以AMBL這邊是想要 一邊出槍隊長 一邊出頭死手 去防範喔 對方的這個騎士壓制喔 好 騎騎這裡還是補下了 第一次十字獄爭 哇 這個城堡蓋在前方的位置喔 有沒有到非常強 就是農田旁邊而已 好 上方的神任中心要被打爆了 好 騎騎補下了二級農 二級弓 二級弓 硬家則是補下了真兵技術 還有板獎 好 待會就有大量的薩金特衛兵 二屬之直接正面前壓了 而且還有擁有抗招響的能力 好 AMBL這邊忙著顧打多線 薩金特衛兵總共衝到了前方 二級弓鋼也好了 但對方一直在招響 但現在有抗招響了 應該可以扛得住 好 實力運動陣研發好 大量的薩金特衛兵 直接衝了過來 敢衝 這邊是不是在等三級板獎呢 好 MBL這邊的下面分隊喔 也是把對手給逼退了回去 這裡有投尸手 在後面偷打 好 這邊也想要前壓寶 當然希希這邊在等薩金特衛兵的精銳 還有三級板獎好 才想要往前喔 但給他時間還夠嗎 這邊還要再等個50秒 但這邊來壓寶了 薩金特衛兵要趕快往前喔 換這個被蓋起來會有點傷 好 這邊的城樓也快要扛不住 槍隊長直接往前 城堡應該是來不及了 要把他趕快轉巨頭 好 薩金特衛兵精銳升級好 防禦很適合 攻擊力11加2 三級的步兵板甲升級好 4加3 近防7 遠防8 哇 打這個槍隊長好痛啊 槍隊長打下去反而很癢 打一下只有三滴血啊 薩金特衛兵正面碾壓 MBL這邊的所有單位 但是兩棟城堡也是很賣力的 在進行反擊當中 後面還是用老頭跟頭刺獸 在努力反擊當中 哇 這一波交戰 MBL有點虧啊 兩台巨頭被拆掉 而且正面的槍隊長 並沒有第一時間回舊 而是繼續往前 好 這波薩金特衛兵還在下面 繼續給壓力 家裡用頭刺獸稍微防住了 好 頭刺獸打這個 還要打這麼多下 好 反正跟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對MBL來說是非常有力的一個優勢 看現在三攻三防重金好了 希西里的資源全部見底 纏出了67隻的薩金特衛兵 好 薩金特衛兵 繼續往前 槍隊長 扛住前線 但是傷害打薩金特衛兵 根本就是抓癢 老頭在後面招翔招了7749天 還沒招翔到 這就是希西里抗招翔的能力嗎 好猛啊 正面的槍隊長 開始扛住了薩金特衛兵的 後續的量產 好硬 薩金特衛兵繼續走出來 快收掉了正面所有的戰位 這裡沒有控好 冰蛋發呆 好 正面槍隊長繼續反擊當中 但是數量完全沒有辦法跟薩金特衛兵比 數量只剩下十隻了 這邊可能要轉出大量的投擲手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了 但目前 希西里 黃金只剩下最後一塊了 在後面這一塊 黃金只剩下一點點了 但是現在還有三台巨型投擲機 可以進行反制鎮跟城堡 鎮跟城堡是拿得下來的話 就有機會喔 可以守得住 唉唷 結果上面槍隊長 偷拆掉了一台巨頭 還不錯 這塊黃金應該也可以拿回來 下方薩金特衛兵 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MBL有點渾身乏術 正面上方下面都在瘋狂打架 終於擋住了下面希西里的分隊 61隻薩金特衛兵 好 開始前壓了 直接無腦開A 但是槍隊長現在有高地優勢 高打低傷害其實蠻不錯的 而且可以用這異攻射程 讓後面槍隊長可以進行輸出 只能一致抬開 而是可以在高地進行攻擊 但是槍隊長的數量實在是有點不夠多 後面雖然有投尸手 在後面努力輸出 但是還是不敵希西里的大軍壓盡 後面的三台巨頭也是努力反制當中 好 打爆正面大軍之後 然後決定回撤 暫緩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轉出一些戰毛兵 還有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戰毛兵是要來打後面投尸手 投尸手蠻怕的戰毛兵的 可以說是天克 因為投尸手打這個戰毛兵 血量非常的少 因為投尸手本身的基本傷害就不高 4加5 比這個強弩還少了一攻 好痛喔 哇 好痛 好 投尸手射程只有8 戰毛兵也是8射程 撿下了弓兵的鎧甲 這邊偷點後面的投尸手 偷的蠻開心的 但是槍隊長直接不爽 上前硬戳 感覺可以戳到巨頭 但是戳巨頭的話 自己的槍隊長會損失殆盡 這面的薩金特衛兵也是往前 巨頭C還在開拆當中 這根城堡應該可以守下來 後面手裡的數量很多 但是正面可能會打不贏 槍隊長直接變成長槍方陣 變成一圈圍了起來 還是像被全軍包圍當中 薩金特衛兵的傷害非常高 後面的戰毛兵也是努力持續輸出當中 正面的投尸手已經擊殺到 44隻左右的薩金特衛兵 後面戰毛兵持續在處理當中 哇 投尸手打不兵還是猛的 而且投尸手也可以吃到母子環的加成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戰毛兵努力慢慢點 點掉了一些數量 槍隊長這時候有機會可以後面 偷戳一下巨頭C 戳掉了一台還不錯 第二台應該能戳掉 哇 城堡真的守住了 這邊希希努力想要反擊回去 但槍隊長數量越來越多 戰毛兵也是被戳爆了 完蛋了 希希這塊黃金躲不下來 直接被打出了 拒絕 哇 MBL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最後是用大量的投尸手 賠償槍隊長拿下來比賽的勝利 還一度以為 這個硬架可能要打輸了 但沒有想到 最後還是用大量的投尸手 解決掉了正面的60多隻的 薩金特衛兵的大軍 那上方這塊黃金挖完之後 也就沒有黃金了 下方這塊黃金一直拿不回來 真的很傷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MBL這邊拿下了黃金的勝利 但其餘支援都是由希希拿下 那希希這邊要怎麼打 其實 不太好說 我覺得轉奴炮投射車可能都還不錯 奴炮部分是很好可以串燒步兵單位 投射車的話可以打後方 而且硬架的話也沒有這個火炮可以用 可能還要轉出救贖思想 可以反制奴炮跟投射車這類的單位 所以對於希希來說 正面硬打的話 可能還是要更多的薩金特衛兵 然後加上自己的戰盲兵 繼續往後面去偷收這些單位 才有可能打得贏 最主要是後面這些軍隊 會比較難纏一點 不然就是直接單純無腦爆 轉出大量的重裝騎士 加上鎖支架 但是遇到槍隊長的話 就會很難受 這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要打騎兵加薩金特衛兵 兩者互相壓制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